你問一下被貼上來的問題嗎 我真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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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嗎 就是去參加 我應該是 我沒有什麼幸運物 你可以帶個兒子的鋼鐵人 他是蜘蛛人 對 因為他很愛蜘蛛人 他就是會要我辦鋼鐵人 那我不喜歡鋼鐵人 我就說我可不可以辦新局 因為我喜歡新局 他說你不可以是新局 你是鋼鐵人 我說我不要 我是鋼鐵人 他說你就是鋼鐵人 他說好吧 那我就是鋼鐵人 他說你是換鋼鐵人 我說好 然後就要假裝鋼鐵人在那邊飛 然後攻擊他這樣 然後他就是換蜘蛛人的衣服 在那邊 這樣子 像當爸爸之後 有比較理解那個 當爸媽的東西 會會會 真的會 之前不願意承認 但我現在真的 確實是進到下一個階段 一開始的我很糟糕 就還是比較自我的 現在已經可以全新配合了 是不是 我現在已經快沒朋友了 對啊 為什麼兒子遇到叛逆 要怎麼辦 我可能要遇到才知道 但我覺得我可能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我以前 叛逆期的時候很叛逆 過來人 對對對 多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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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會為了 為了反對而反對的那種叛逆 把自己搞得灰頭土臉這樣 這樣會想要再生一個女兒嗎 想要想 一男一女剛剛好 等到幾點 這我就不知道 我就是 我知道有兒子 但還沒出生的時候 然後 我經紀人就說我一定是軍事教育型 但 結果我根本不是 放癢 其實我也覺得會 其實我也覺得會 我會怕他被欺負 呵 你男朋友呢 你知道啊 他不是我男朋友 是朋友留居人 這幾天常常看到你們 我還以為你們是侵略 喂 志祺 放學要不要去打網咖 喔好啊 那你講聽了 呃 他這樣打算怎麼辦 就 繼續照顧他了 萬一他一輩子都好不了呢 不會吧 他還這麼年輕 一定很快就好 你剛剛那麼悶啊 沒有啊 你自己先去玩啦 喔 要玩就一起玩啊 而且等一下會家也會來 還可以陪你啊 只要一次機會 你剛剛在做得這麼 不想知道為什麼 離北跑 快走 從一開始 對於表演 其實沒有太多的想法 只是 我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慢慢覺得 他好像蠻好玩的 然後再經歷到 欸我每次經歷角色 我好像發現自己有好多不同的面向 然後 甚至 有可能你會因為一個議題 然後 去扮演一個角色 一個故事 然後 你會覺得自己有使命感 希望 這個議題被看見 被聽見 可是他不如你的預期 你當然會失望 那慢慢的到現在 我會覺得 其實事情簡單一點 我就一個 我自己我會最開心的 我覺得 我喜歡這個故事 然後我喜歡這個角色 我去做 只要這部戲 這部戲在 這部戲完成了 這個議題就會在 你沒有必要告訴他們 你一定要看見什麼 我覺得這就是 戲劇 好玩美妙的地方 所以你現在不太會去看 大家怎麼看 我會啊 對啊 當然還是會 我以前會 現在 比較不會 因為現在我其實 真心的建議 其實你會感受到 即便 他的文字讓你不舒服 但 無聊的攻擊 你也感受得到 你就是ok 謝謝 對就是這樣 好聽知道 說話 我還有女人要養 拜託被殺我 手機 你有什麼想說 你有什麼需求 你現在可以說 你為什麼要幫他 我實在幫我自己 全世界對他媽常不正義 反而我這個人質 幫他說話 你不會很想看 台灣這邊我來了 我覺得 這樣的故事類型 其實 台灣比較少一點 看完這個劇本 然後看完劉立民這個角色 我其實就很著急 就跟經紀元講說 我們是不是趕快跟導演約一下 聊完其實就 開始忐忑 就是他們會不會選我 就是拜託選一下 你還是要擔心 他會選什麼嗎 當然會啊 就是不一定適合嘛 對不對 10萬訂閱就續 因為你自己說的 你答應的啊 但是現在一半都沒有啊 這一次最大的壓力 是在哪一邊 我覺得 所有吧 因為畢竟 是沒有嘗試過的角色 但另一方面 我覺得是非常興奮 因為 你沒有嘗試過 所以你會有很多的想像 我在拍上一部戲的時候 那個話 後段姐姐就跟我說 除了我之外 他見過最會留愛就是你 然後我就說 有 我有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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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聽說 跟後盛這樣對戲 有什麼難過 我覺得 互相激勵出這個樣的話 我覺得我們都 都很在自己的角色狀態裡 我覺得整個劇組 大家的頻率都超好 我們其實很快的 稍微讀了本 走了一下戲 然後現場討論一下 大家就來了 你就一直處在一個 狀態裡 就是 我們一直在往前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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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 過程是非常過的 後盛沒有日圍巾馬匠 會不會覺得 替他有一點可疲 對啊 當然 我覺得他很 自在 他在那個當下 他是 給我的感覺 他是 相信 他相信這個角色 那我自己看完電影 我覺得 後盛有兩場戲 非常打動我 張正義一個 做了冤獄 然後帶著 不平 帶著恨 然後他在 他的 陶育之後的生活 的那一種 那一種 直接 那種猛爆 那種深猛 在那一刻 真正看見他的 柔軟跟脆弱 以及他的委屈 真的是讓人心疼 另外一場是 他最後 這個可以用嗎 因為是爆雷 對不對 但我還是講 但我還是講 我覺得 那一顆鏡頭非常好 你不要過來 亞洲職棒連賽現場 金傳名案 兇手為死者 王世雲男友 張正義 不是我 我沒有殺人 我沒有殺人 我們節目開場版是什麼 新聞很重要 真相更重要 你相信啊 十萬訂閱就是 你自己說的啊 你答應的啊 但是現在一半都沒有啊 你等著看 幾年前轟動一時的 棒球場情殺案 兇手張正義 精彩同域 有什麼需要我幫助的嗎 不然接受我的訪問 十分鐘就好 沒有聽過 輕鬆講話 不然我們談合作 怎麼樣 我已經想好 要怎麼創造的話聽 你就想要幫一個 殺人犯嗎 我是在幫我自己 你現在跟張正義 就是一夥了嘛 對不對 怎麼可能啊 你老婆和小柳斯 有什麼關係 不過我告訴你一個 更勁爆的新聞呢 外面八層你們都給他接應你們 你們都不知道真相 每次阿嬤她是世界的目擊證 我好對不起你 我們不是要跟她合作嗎 我是不會相信你的 你為什麼要信任我 是誰叫她這樣做的 張正義的案子不要查完 誰派來的 那你們是在保護下 那天在廁所到底發生什麼 我也不知道她會死 說完 這種新聞都被壓下去 你他媽的在保護殺人犯 你他媽的在保護殺人犯 現在不是你一個人的事吧 就當作是為人嗎 張正義 跟他們都一樣 當前真相大敗 這一下 你相信嗎 你認識我 你不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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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見得 你不見他 你不見 他太太 人不見你